美國說是全世界第一大軍武大國 待你能看到 美國說他們最先進的核潛艦當中 真的有夠落差的 那個核潛艦的外表你就發現到怎麼 有一個在掉漆的感覺 重點是 潛在水底下 它那個所謂的隔音 還有隔水電片很重要 這個電片竟然都剝落了 對 這是美國一艘 很新的一艘核動力潛艦 還是維吉尼亞籍的 Virginia Class的一艘核動力潛艦 叫做密西西比 你可以從這個名字你就知道 美國對它重視的程度 因為你看一艘軍艦取一個舟的名字 代表就是在美國是很重要的軍艦 有地位的 對 結果大家看這個照片 拿來仔細喬認真看 發現怎麼搞的 上面坑坑巴巴的 各位看有沒有 這上面你可以看到 這個影片過去 上面好多洞 結康結康 那是怎麼一回事 因為其實現代這種潛艦 特別是不管你是核動力潛艦 或甚至於裁艦潛艦 它都很重視潛艦在水中的安靜 我們叫競速性 那你說這個競速性怎麼提高 你要那個潛艦那個船殼是鐵 鋼板做的嘛對不對 那鋼板做會有個問題 你船裡面的聲音 還有船本身運作的時候的震動 都會透過這個水的 那個潛艦的外殼 傳到水裡面去 那你要這個讓這個 傳到那個外殼的 這個水的那個 這個東西震動 或噪音降到這階段半 有一個辦法 你在外面包滿了 用橡膠做的這個 他們稱為隔音瓦 對隔音瓦片 那這隔音瓦它怎麼弄到潛艦上 其實說真的也很麻煩 以美國來講 它現在研發一種就是黏膠 那這個黏膠 就是類似像環氧素質這樣的東西 把它塗一層以後 讓它這個隔音瓦片 一片一片一片 一片一片這樣黏上去 但是那個潛艦在海裡面走 在那個水中運動等等 就脫膠了 它那個水有可能就滲進去以後 慢慢慢慢的 就造成那個膠就失效了 就掉下來 所以你看這個坑坑巴巴千瘡百孔 當然就潛艦本身來講 因為現在不是暫時 所以它本身裡面的這個 隔音瓦掉了 對它潛艦本身的性能 其實沒有太大影響 當然了 你說這個這樣子 它本身傳在海裡面航行的時候 噪音會比較大 因為海水通過這些坑坑巴巴 這些隔音瓦片掉的時候 噪音會增加 那當然了 現在美國要研發 這個解決的問題 他們這個就要 也是要研發一個 浮頂抽薪的這個辦法 所以他們開發了一種 新的黏酌劑 那這個新的黏酌劑 黏上去以後 會讓這個掉隔音瓦的問題 會比過去來說大幅的改善 1,2,4 1,2,4,1 2,1,2